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2年8月26日 特拉维夫·马卡比欲厮杀 周五凌晨 欧洲协会联赛第四圈上演多场争夺 其中奈斯将竹场与特拉维夫·马卡比进行次回合的争夺 奈斯目前不仅已一球落后 他们失去晋级先机 而且球队已经连续四仗各项赛事无以胜计 此番面对志在有一番作为的特拉维夫·马卡比 奈斯确实不宜高估 奈斯上轮连赛输球又输人 他们阵中的马里奥、利文拿和桑加亚、杜迪堡相继染红离场 从而导致以零比一部迪克莱蒙特 球队新球季至今的四仗各项赛事仅得二合二负的劣迹 如此糟糕开局实在令人担心 而在欧协联赛场 由于奈斯在首回合以零比一败北 这意味着次回合争夺必须全力进攻才有翻盘可能 但无奈的是 奈斯目前火力明显不足 他们已经连续二仗各项赛事没有取得入球 这样的进攻能力 怎能攻破特拉维夫马卡比的大门呢 毫无疑问 奈斯是一比赛男友作为 特拉维夫马卡比金界欧斜连从第二圈踢起 目前至今无场比赛取得三胜一合一负 其中包括在第四圈首回合凭借前锋史迪比 派列卡一键定江山 最终以一比零击败奈斯球队成功抢的晋级先机 其实特拉维夫马卡比对欧斜连赛场并不陌生 他们上届该项赛事就闯入到附加赛阶段 而今届再战欧斜连 特拉维夫马卡比当然希望能够更进一步 球队战役十足 更加有力的是 特拉维夫马卡比上轮连赛取得五球大胜 他们就是希望能够以最佳状态出战金杖欧斜连次回合 此番面对近况欠佳的奈斯 特拉维夫马卡比有力取胜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观看